主席 县长 秘书长 各列席单位主管 本会同仁 大家早安 本期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县长 其实有关于县政府的组织休眠案的部分 是不是请县长做政策性的宣誓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实施 请主席财政请县长答复 主席县长做答复 非常谢谢林医院关心 就是县政务新的组织休眠的案子 那也非常谢谢这个议会的支持 在上一个会期的时候我们议会已经通过 那目前正在送中央核定之中 那我们计算这样子的时程 我们现在已经内部召集过一个会议 我们是预计在106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 确定106年的1月1号实施 等于说现在这个案子还在县政府 还没有送到中央吗 没有 正在送中央 还没有送 昨天本期已经问过了 好不好 那如果说到现在已经事隔半年了 还没有送到中央 是不是县政府的行政效率必须要做检讨 这个是这段时间 到底在瞒什么 他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人事市有去拜访了 金门县政府 嘉义县政府 就新的组织休边以后面临的问题 以及做一个调整 那他在要送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 内政部 还有考试院 全序部等等这些相关东西 那前两天考试委员有十几位 包含那个考试部 全序部的一些展官过来 我们也召开座谈会 我们也跟他简报新的组织休边的 经过议会通过的一个现况 那他们原则上都支持 但是程序上 他有一定的一个核定的程序 不仅仅是行政院还包含考试院 所以这个流程就是 我有请这个人事市 就是要加快这个脚步 当初也是预期 这个就是在 我们当初就是研究 当时现场的各位想就是预订 101年1月1号开始实施吗 我们当初就是议会通过以后 内部有开过会 我们预计就是105年1月1号是来不及的 那编列预算跟中央核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说我们为了 当时跟我们议会的看法不太一样 当时你们要求我们议会说 希望在上个会期马上通过 你们说有迫切的需求 需要有它的急迫性 对不对 是不是一定要在上个会期通过 现在已经通过半年了 你们现在还在先政府 还在处理这个案子 让我们议员同样有那种感觉 好像我们是先政府的项目图章 对不对 不是这个是误会的 因为议会是第一道是最重要的关卡 那行政院考试院它有一定的程序 那我记得我们在之前本来是希望说 在临时会的时候能够通过 能够到105年实施 后来在上一期大会通过我们内部再讨论 那时候经过各位主管以及人事会计相关单位讨论以后 评估是105年1月以后是来不及的 因为编列预算还有组织的修编 还有行政院跟考试院的核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说我们为了稳健的推动宪政 让所有的同仁 希望在安定的心情下能够推动宪政 不要因为组织的变动 而且心情浮动影响这个工作的效益 所以说我们稳健的做法是 昨天秘书长有答复议员的时候 说明年三月份以前 针对组织修编案要一切完成就绪 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一切完成就绪 到底是要进行到什么阶段 这个部分现在很了解吗 因为106年1月1号实施 我们预算就是在上半年就要开始编列 人员就要做准备 所以说 那三月份以前可以完成所有的就绪吗 我想就是所有的就绪应该是经过 预算也是明年6月份才开始编程 下半年开始编程 但是所有的就绪是 意思是指行政院考试院核定 那我们要开始做这些人员组织 新的组织人员的一个安排 我想明年应该就叫做开始 就绪朝这个计划去做 然后让它在106年1月1号可以顺利的实施 那现在目前这个所属机关的组织规程 以及事业单位的这个制制条例部分 全部都已经理定好了吗 目前就是人事是在跟各单位在理定之中 那之前不是就已经有跟各单位都沟通过了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部分都还没有处理好 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因为组织的修编这个部分 人事是跟各单位之间的一些意见的交流 以及参考别的县市的一个做法 还要等待这个行政院跟考试院的核定 我想它程序上可能必须要 需要这样子的 等于说人事是要跟各单位要逐一来沟通是不是 可能是至少要跟各单位交换一下意见 都不确定啊 现场到底是不是啊 是 那我请问一下 那这半年 那人事是跟各单位到底有沟通过几次 有没有会议记录 有没有逐一到各单位去沟通 是 有没有 我想如果没有逐一 至少有几个单位应该是沟通过 至少有几个单位 有会议资料吗 这个部分就是 因为这个部分 我基本上是授权 就是人事是去负责 我想它应该照着一个既定的进度在负责 那有没有沟通的会议记录 也可以请我们人事主任做一个说明 好 市长请坐 请坐 那主席财政请人事主任做说明 请人事主任做说明 对不起 谢谢林医院关系 因为这半年来 我们有个很大的变动 就是三个局势的合并 那其他就是没有变动的那些是没有问题 我们都把那个战争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也准备说交通观光 像这个 那个 那个 我们税捐出 那个跟那个 跟那个我们 主任 请你简单二要答复好不好 这三个单位要变动 就是你这半年 跟各单位到底有进行 有没有做沟通的工作 我们是 有没有那个沟通的相关的记录 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先从这几个收 这个合并的单位 这里面变动比较大的部分 我们先把相关的法令 跟所有的那个他们设置的一些 一些经验 我们通通都把它先收集好 到时候开会的时候 看我们这边决定的 那个我们还会再跟各单位去沟通 那外部这个法令那里面 他们所需要的一些 相关准备动作 我们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说我简单说这些东西 我们都有个资料放在那边 只要大家肯定通过 好 你这边有资料 有征询他们的意见 然后有会议记录是不是 是 因为这个前面 我们讨论过很多 有没有 我先问你 有没有会议记录吗 会议记录是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是 我们在跟外界 求法令解释的那个部分 我们是做这个 所以我们还没有做 这部分还没有跟 对于说你跟各单位沟通 只有口头沟通而已吗 没有任何的会议记录 因为我们当预定的时候 这几个单位 我们是预定要把它 就是做整病的动作 所以整病那是新的一个 一个工作的一个程序 所以它所有的法令那些 我们都需要有完整的一个 一个特色先出来 然后跟机关这个认同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钉钉下来 那其他没有那个变动的 我们其实就不需要 做很大的一个变动 这一部分呢 我们人事师这半年 我们通通都是在 根据我们这些 要变动的这一部分 先做好一个完整的准备 然后那个通过以后 大家都觉得没有意见 我们就会把这个送出去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算是非常充裕嘛 当时是很急迫 现在也没有那么急迫心了嘛 还有反正还有一点多的时间了嘛 也不是根源没有说急迫心 你们更应该要循序建计 暗部接着帮来做 跟各单位要主意的沟通 尽量减少这个怨言 希望也得到各单位的支持 是的 是的 我们这部分也要做努力 一定要这个程序来做 好了 请坐请坐 是 谢谢 第二点我这边想请教县长 就是有关于北干三溪机场新建的部分 也许有一些乡亲会质疑说 李议员你明明是南干旋律的议员 为什么一直提北干三溪机场的部分呢 我相信很多乡亲都认为说 现在目前南干机场 这个能够改进的空间 毕竟是很有限 甚至于根本没有改善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乡亲都把 把这个机场 这个寄望于北干三溪机场 我们马祖乡亲当然希望说 这个机场 对马祖来讲 希望是一个可长可久的机场 当然这个机场希望能够 这规模方面是 最少要停那个喷射式引擎的飞机 但是我们从那个相关资料里面 可以显示 交通局工作报道里面我们也提到说 我们现在目前三溪机场 这规划报告书里面要花80亿 我不知道这个部分 规划报告书县长有没有看过 请主席财政行 县长做说明 请县长做说明 谢谢林医元 就是关心了北干三溪机场的那个案子 那这个规划书大致上我有看过 然后它的规划 基本上是跟我们的理想是有一段距离 那我们的想法 我们现在做的三溪机场 没有错 刚刚现在说确实有很大的距离 不是一点距离 但是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三溪机场 它的条件一定会比他们规划的是更好 更精密的 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现在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现在目前你看这个工程效益的部分 人件度只有 就算盖好以后 人件度只有1200公尺 那我们现在松山机场是500到800 因为它跑道起不一样 所以它有500有800 这个人件度就可以起降了 基本的机场是900公尺以下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要花80亿 人件度这个标准还是要那么高 你觉得我们相信会满意吗 跟林源报告 这是一个过程 因为我是觉得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非常标准的 甚至满降机场 人件度降到甚至是200公尺以下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 就是我们天后跟地形的一个现况 以及我们经费的一个来源 那我是觉得 马祖的进步跟发展是永续是长久的 未来的三年五年 我们做这样子的改变 但是接下来还有30年或者300年 我想我们会一半接一半 继续朝着目标去做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这个理想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理想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必须要迁就目前的现况 很务实的来做 让这个建设跟进步的脚步 不会停下来 那未来我还是觉得说 对这个是充满的希望 因为科技的发展跟地方的发展 我想我们的理想是都会可以打到 只是现局上 我觉得我们不得不迁就 目前的现状跟经费 先做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做 但是未来我们相信 我们这个机场要花80亿 80亿还要迁就吗 80亿机费花下去 就要把它盖成一个完整的机场 对不对 你看看那个跑道也只有1500米 我们现在南干机场的跑道是1580米 是不是应该最少要延长到1800 1800以上 对不对 另外还有云雾高的限制 我们现在全国机场 大概只有绿岛南嶼跟恒春机场 加上我们南北干机场 有零物高的限制 其实其他的机场 并没有这个零物高的限制 甚至金门机场也是取消这个限制 那将来你看看 你机场花了80亿 然后现在施工的这个时间 大概要10年左右 从那个环境影响评估 要花两到三年 对不对 那工程系统设计要 一年半到两年 还有工程的施工五到六年 加强将近要十年的时间 八到十年的时间 我们马祖还有几个八到十年 我想 我在跟时间赛跑了 是的 是的 的确就是林宇人的忧虑 就是其实我们是感同身受 但是目前基于财政的状况 以及中央的权限 我的态度是说 我们先争取核定以后 其实工程的这个进度 我们希望说 在开始执行以后 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管道 能够加快这个脚步 然后经费的利用 在这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更有效的应用 能够提升它的效益 但是这个过程 就是都是充满了变数 但是最困难的就是 要让它核定 因为毕竟现在的财政 跟这个权限 还有执行都在民航局 如果中央核定以后 八十一给我们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针对 里面的西部设计 做一些改进的空间 我们一定会去参与 这个计划 因为是机场 它是民航局在 我希望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关系 我希望这个部分 希望县长能够重视 毕竟大概 针对空中交通部分 中央大概最后的预算 大概就是这八十一 以后我们要再争取 机场的这个 这个怎么样改善设施 的经费 可能都没有了 是的 好不好 谢谢县长 谢谢 第三点我想请教县县长 有关于台马轮的 演艺计划的部分 那个我们从十一月一号 到现在台马轮是 停号在福澳港吗 是 它的任务是 是南干跟东营之间的 交通的往返吗 是不是 是 我们当初就是 做个评估 要把台马轮留用 希望它扮演几个功能 第一个当然是能够改善 东营跟南干的交通 第二个 它希望说能够支援 就是台马之间的交通 特别是在它税修 以及碰到雾迹的时候 第三个就是碰到雾迹的时候 地方碰到官场的时候 我们随时可以发挥 这个输印的功能 避免过去就是长时间让人诟病 就是来马祖会被关倒的现象 那这次11月8号的第一届国际马拉松 那天就是整天起舞 就是集团全部观察 那我们那天就启动台马轮在下午的两点钟 就是输印 这次当然发挥很大的功效了 那请问宣长我们这个经费大概要花多少钱 经费就是我们一年预估经费是五千万 当初的计划是一年半 但预估是七千多万的预算 那经费的来源呢 经费的来源是由交通部跟国发会来分担这个费用 我们地方政府不是按比例要负担吗 是中间有一少部分是我们地方来 大概要多少 这个部分详细的部分 就是如果是在国发会的部分 我们地方的预算大概是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 等于也要七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对要五百万 那这个研议计划预定到什么时候终止 我们本来是预计研议计划是一年半 但是因为目前台马执行的状况 不是非常的稳定 我们还做密切的观察 那这一次我们也积极的跟交通部再争取 本来今年的税求台马是一千两百万 我们又争取到一千两百万 就两千四百万 那原则上交通部部长 还有原则上是同意 那九月交通部部长会过来 我想他会亲密 会电话中是已经答应我们支持这个计划 那九月 12月9号部长来的时候应该会 当面的会 那现场预定要延绎到什么时候 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要加强它 扩大它税求的幅度 确保就是台马轮的品质跟安全 那是不是我们会 延长这个一年半的演绎到两年甚至三年 我们会做后续的评估 一定会 所以说现在你对台马轮没有信心 对不对 你没有信心 所以说才要 才一直无限期的演绎下去 一年半两年甚至于三年 我们这个台马轮 现在你知道他年龄有多大了 大概三十几年了 也是一艘很老旧的船 是 它本身的安全也是受质疑的 是 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考虑到 是 就是我们当然是考虑到 这个旧台马轮的年龄的问题 那我们所以说扩大它税求 就确保它品质跟安全 另外就是这次我们也跟 你税求 结构没有影响 是 这个本身台马轮的结构 有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是 这个部分真的是 我觉得说不能这样一直演绎下去 是的 对不对 另外我们更重要的计划 就是说我们希望 因为我们刚刚做完一艘台马轮轮 花14亿 我们也评估 就是再去争取经费 盖一艘新的船 这个困难度是相当的高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 希望说引进民间的力量 现在我们不要再想说 再盖一个新的船 这艘台马轮轮好好地用30年吧 是 台马轮轮我们会 会好好的做计划 让它确保它安全跟品质 是基本上我是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它的不稳定力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要改善马轮的交通 我们的确需要另外一艘的船来取代旧的台马轮轮 所以说目前我们这个计划就是引进民间的力量跟民间的资金 我们希望说把东营的航线跟部分的台湾跟马祖的航线能够释放出去 希望引导民间的资金加入这个航线 可以分担政府的负担 也可以加快这个速度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台马之间 马祖如果只有一艘台马轮或者只有一艘台马之星 这个交通的操作一定是多精见证的 所以一定要需要台马轮 台马之星政府都补贴 一年大概要多少钱 算过没有 大概要上亿吧 总是要上亿吧 将近对 对啊 那你如果说要请民间能够加入这个航线 对不对 你刚刚讲的 是 当然你的想法是很好 但是这种亏损的航线谁会加入 我是觉得说 你每次你看台马轮或者台马之星 它的搭载率大概多少 现在算过没有 目前在万级的时候 叶子笨蛋它才会去投资这个航线 其实我是觉得说民间它的反应 它的敏感度会更灵活 它看到黄奇航线 看到今年万级的时候 东营来往的旅客 大概都是超过三四百人 其实我们征语民间的意愿是非常的高 反应寒线是马乳跟那个大陆是生活一日圈 它也会跟台湾连结起来 未来也会跟台湾连结吗 台湾连结起来 我们当然乐观其成 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这种成效出来 而且我们观察到民间业者的意愿还是蛮强烈的 那我们也是在辅导希望能够争取立岛基金的一个辅助跟融资贷款 看起来这方面我们努力都有一些成效 因为时间关系我再请教县长 我们台马轮总是要退休的时候 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 那退休以后台马轮总要要拍卖吗 还是当废帖 还是要当人工鱼胶 或者是当海上博物馆或者海上餐厅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确就是 这么个旁然大物对不对 要怎么处理它 我是觉得会朝向最有价值的方向去努力 目前就是以目前的评估 我们就是如果在市场上就是卖车上的价值还是蛮高的 它还有一亿左右的一个价值 这是对我们投入后续的这个海上交通的建设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不排除别的可能 但是也要看我们政府的财政状况跟未来的发展 但是现阶段它的确可能是很重要的任务 可以扮演好就是马祖海上交通这个辅助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也在做计划 就是希望说能够很快有新的计划 能够取代这个旧的台马轮 所以台马轮这个未来这个退休以后 何去何从还是要未以从谋 是的 那第四点我想请教县长 有关于那个白沙到黄旗寒线的部分 我想县长当然也非常吉利争取这个寒线 那之前也跟那个福建省省长也见过面 对不对 但是省长认为这个12月16号只是预定而已 并不见得说是一定要一定会通行 是 是不是 是 那这个部分最近 我们从大陆县长跟省长这边到现在已经十几天 那最近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消息 那这几天我们得到好消息是北京那边是同意这个寒线开闭 那昨天我也接到连江县政府的电话 就对岸连江县政府的电话 就是预定在12月17号做首汉的仪式 那我们都神圣乐观 所以五汉市这边进去还是那边出来 我们会进去 我们也希望这个细节的部分可能这几天还会在讨论之中 我们一定会进去当然也会邀请他们过来 那这个仪式在哪里举行呢 是我们这边还是那边 我想两边都会举行 都会举行 目前先规划就是早晚各来回一韩次 早晚各来回一韩次 只有一韩次又缩水了 不是两韩次吗 早上进去一次出来一次 下午进去一次出来一次 那等于说只有两次嘛 可原先义故的早上两次下午两次是四次 对不对 当初可能讲的方式就是对一次两次 是当次还是来回 可能是当初的协议是这样子 但是不排除只要它宰客率超过50% 我们就增加这个韩次 那我也觉得说就是 现阶段就让它通韩是最关键 那你这个韩线现在也没有受到次数的限制 像比方说人潮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开 会可以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初的 因为你要有这个机制嘛 是是 这个机制 不管用不用得到 如果一旦用得到的时候就要有这个机制 对 现在是有这个机制 有这个机制 那另外第二点我想请教票价部分 票价现在准备说 这个票价大概什么票价会比较合理 是 因为你之前跟省场建议说500块银内嘛 台币嘛 对台币500块 那到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500块是单趟嘛对不对 单趟500块单趟 还是来回 单趟500块单趟 其实单趟来回500块还算贵 500块以下 对不对 这是我想啊 因为你按照距离的比例 你看我们 我们那个福澳港到那个马尾是38海里 这个单趟 这个票价是1250块嘛 对不对 是 那那个白沙到环企是大概7海里左右吧 是 8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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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算 它应该合理价格应该是250块 如果按照那个里程数来讲 应该是250块单趟 才算合理啊 是 如果按照比例来讲的话 是 而且现在你看看 我们现在油价越来越便宜了 是 都没有反应到消费者身上 是 你看这么多年 我们油价早期40几块 现在只剩下22块了 是 那为什么票价一季都没有跌 占的时候就很快 跌的时候就跌不下来 这个消费者当然是有很大的意见 这一点现在有没有考虑过 是 图哥 是 当然就是他票价的这部分 我们一直在协商之中 当然我们目标也是希望更合理 更便宜是朝个目标 但是这个部分在协商在谈判的过程 的确是面临很多的困难 那我们 因为协商主要的问题是在大陆 是 就票价的部分 主要是大陆 因为如果说业者 我们业者愿意说 认为说我可以负担 我的票价只要收250块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中央一定要限制我们说 一定要收多少钱 那个大陆方面一定要限制 我们要收多少钱 有这样道理吗 谈判的过程是定票价 但是优惠的话 可以经过航杆局核定以后实施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现在与业者我们交换的意见 对未来500块以内的目标 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 我都觉得500块还是贵了 你看现在油价多便宜 对不对 主要就是说从航程的部分 我想它的成本计算 就是有很多的项目 不是只有单纯的航程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部分我们交通也会就这个成本的一个核算 会做严格的把关 那因为这个关系到对岸的问题 也不能够我们一厢情愿 除了我们谈判之外 我相信未来我们对优惠措施的 因为你现在是我们这边一艘船 对岸一艘船来回开 对不对 是 那我们这边订的价格 我们希望 这个市场就是开放的 竞争的 我们愿意订250块 或者300块 当成的票价 是 他对岸没有理由反对 是 是不是 在谈判的过程 就是要互相的尊重 要互相的妥协 然后在执行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可以超支在 我想一定会 我希望这个部分要极力争取 最大的一个福利 我希望这个部分要极力争取 是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请教县长 就是12月17号 如果说缓起跟白沙寒线通汗以后 那很多相信之意说 南钢跟马尾的寒线 会不会因此而停航 现阶段 我相信绝对不会有影响 那我们对 现场你所谓的现阶段 是什么时候叫现阶段 就是 等于说你还是 对这个寒线还是有 还是打个很大的问号 不是 有可能 有可能会停航吗 不会停航 不会停航 因为我们在推动 推动缓起跟白沙寒线的时候 就是 就是 报定 就是马尾跟福澳寒线 能够持续的推动 那 黄崎跟白沙寒线 是新辟的寒线 就好像说 厦门跟这个 金门的寒线 它开闭厦门跟泉州寒线的时候 它厦门跟金门寒线 是持续的 我想这个交通的进步是不断的进步 我们不会让它就是 退步或者是往回走了 那既然这个行线已经存在了 我们会持续的让它这个推动 甚至 对以后马尾自贸区或者浪旗的开发 我甚至想以后这个部分甚至 会有更大的一个船只 好 县长 希望你能够坚定的答复本席说 这个 这个寒线绝对不会停航 这个寒线 南钢到马尾的寒线 不会停航 不会停航 确定不会停航 确定不会停航 好 谢谢县长答复 接下来我想请教县长 主席不好意思 我再借三分钟 我再请教县长 就是有关于 那个 南钢跟马尾寒线的部分 这个时间的调整 上次本期在定期大会 也建议过县长 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是 2点钟这边开航 到马尾 马尾那边是9点半 到这边 那我们这边 这边2点钟开航 能不能提早到12点 甚至1点或者12点 这个部分县长 这半年来好像没有再 推动这个案子 有上一次就是议员咨询 我们就去跟业者也 请交通局跟业者协商 这一个部分 但是经过几次的这个协商 就是业者认为他们 在操作上来的困难度 还是存在 哪里有困难 只是时间 开航的时间提早一点而已 是 有什么影响 这个部分 我们的确是有去协商过 但是 因为 困难点在哪里啊 我稍微有 我稍微有 困难点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交通局局长 就是跟你详细协商 我们协商的过程 主席才是请交通局长 请要我会让做说明 现在请坐 主席 谢谢您议员 这个有关就是说 小杨东的韩班 我们过去有两班 往大陆 现在变为一班 那基本上是 酝酝的一个减少 酝酝减少的情况之下 我们跟业者之间 也有过联系跟协调 那业者是考虑到台湾观光客的问题吗 当然 我想所有的交通 现在 特别是我们里岛 我们一定要考量到这个转程 他今天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一点半 两点钟开航 跟我们空中 就是说台湾过来的客人 也有相对的关系 那第二点 就是说我们长期这个时间 那个现在目前 例如韩班过来的 有影响吗 早上的韩班 是 早上的韩班 确实他会 有三班 现在目前有三班 早上起飞的 真正下午只有两班了 剩两班了 是的 另外一个也 另外一个就是说 也牵涉到就是说 这个旅客的一个习惯 他已经习惯 就是说 就是说这样的 习惯可以养成可以 也可以改的 习惯 这个是 因为我本期上次跟现场建议 就是说 为什么要提早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我们最起码 比方说一点钟 或者十二点钟 船进去 到那边大概三点 还可以 下午的时间 还可以 相信到那边可以 下午 如果你超过时间 根本没有下午 要第二天 下午以后 第三天才能回来 因为这个 马尉的韩班 我们没有说很 坚持的 希望做调整 也跟我们北干的 环旗韩班 即将开航 也有关系 我们12月17号 如果开航以后 上午一定会有一个韩班 来弥补 就是说 可能时间上的一个 一个 一个调整 这个部分 局长你也考虑太多了吧 这个韩线跟那个韩线 不要相提并论 好不好 我希望能够再 极力争取 这个部分 没有冲突啊 好不好 好 我们再与业者沟通一下 好 谢谢 局长请坐 休息十分钟 好 好 好